欸 你們看 我這件衣服好看嗎? 我覺得有點太灰了 你應該要穿亮一點才比較年輕 對啊 像這樣LKK欸 什麼? 剛剛 有人說了L.K.K.嗎? 這 怎麼了嗎? 阿舅先生 難道你認為這個時代說L.K.K.是被允許的嗎? 什麼意思啊? L.K.K.就是老扣扣的意思啊 還有S.P.P. 怂扣扣 啥啦! S.疾病壞 蛤? 學長 麻煩處理一下 好的 這次就來挑戰小學流行語吧 什麼啦? 這一次我們請到了現任小學國語小老師來擔任評審 國語 國語 這看起來比較像英文小老師吧? 人家是中美混血啦 喔 是嗎? 台中跟美農 你們去給我跟混血兒下跪 聽說 剛剛有人說L.K.K.對吧? 喔 是我啊 你原始人 吵死啦 真是的 都9012年了 應該更新一下流行語的好嗎?國語 真的很誇張R.486 誰在說三小 沒辦法 讓我們來考一下大家的流行語程度吧 第一關 流行語考驗 請講出一下流行語代表的意思 國語 旋轉 蛤?旋轉? 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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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就是在呼嚨人的意思 例如說今天有人說壞著敷衍 你就可以說 你不要在那邊旋轉我 這是腦子有問題嗎? 下一題 塑膠 什麼啦?真的有這些流行語嗎? 欸?你不知道塑膠? 對啊 居然不知道塑膠欸可波仔 你們都知道嗎?可波仔又是什麼? 應該是形容人很像塑膠袋之類的嗎? 那是什麼狀態? 塑膠是在指無視人或是忽略人的意思 例如有人故意不理你就可以說 結果請到你那邊塑膠啊 這什麼太妹啦 下一題 五九四八七 終於有個我知道的了 我就是北七 嗯 我不知道 靠杯喔 而且前面的我是故意加的吧 這樣就中計我一直笑笑的啦 好想揍人 下一題 是在哈囉 呃...跟人家打招呼嗎? 像這樣 是在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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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麼意思啦 是在哈囉 就是你到底在幹嘛的意思 那是在哈囉什麼啦 沒錯就是這樣用國語 沒有在用 可撥 什麼可撥啊 是指東西可以撥嗎 看起來好可撥喔 對啊對啊 靠杯啊是什麼意思啦 可撥就是可貝的意思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就是聽起來比較吵而已 懂 吵你妹 現在怎麼一堆莫名其妙流行語啊 難道就不能好好說話嗎 那麼接下來是新舊流行語大對決 現在是把我當塑膠 請將以下這段話用流行語翻出來國語 昨天跟我姐去吃飯 我姐很生氣的想找我聊天 但她一說我不理她 我也覺得很奇怪 她的事情到底是干我什麼事 真的等你解釋日文小老師嗎 呃 這太難了吧 呃 昨天跟偶姐七吃飯 我姐粉生氣的想找偶聊天 但她一直說我不理她 奇怪捏 她斗事情到底該我什麼事 這什麼亂嗎 這是火線文跟助英文啊 你沒經過這個時期嗎 啊 那時候我在上輩子吧 是在哈囉 不然現在要怎麼說啊 昨跟賊出飯 賊正雞七點兒想找我聊天 但她偶爾說我塑膠她 零巴覺得很奇怪 但這事情打過屁事 是在哈囉 hashtag mamachimoney hashtag 你是什麼虧能不流行語嗎 如何 現在已經知道年輕人都在流行什麼了吧 我不想知道 人生夠累了還要記這些東西真的太麻煩了啦 阿嫂 撒秀 沒關係阿嬌 流行語本來就是人創造出來的 除了跟風之外 我們也可以自己創造流行語 自己創造嗎 那我們也來 這三毛 什麼意思 三毛 意思就是頭腦空空到只剩三根毛的狀態 通常用作罵人無腦被欺 不要突然出現什麼作文解字 你們這種意思好嗎 你就三毛 你就三毛 三毛 三小啦 三毛小 靠北有自己可以 昨天賊出飯賊生氣氣的 想找我聊天 但他永遠說我走 昨天跟偶姐去吃飯 我 我 我J粉 我J粉 我J粉生氣的想找偶聊天 但他一直說我剝離他 奇怪 他抖事情倒地 幹 幹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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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